随着都市剧欢乐颂的爆火,里面的五位女演员也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,其中最初圈的两位,非杨子和王子文莫属,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性格迥然不同,一个是懵懂无知的都市小白,另一个则是性格乖张的富二代,他们的对手戏可谓是火花四剑,让人沉浸其中,不知道这两位可爱的女孩子生活中是什么样子。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吧,王子文扮演的角色名为屈小霄,是个古灵精怪的富二代,个子不高却气场全开,在剧中的表现精彩绝伦,让许多观众对这个嚣张跋扈,但爱恨分明的白富美,又爱又恨,曾经的王子文人气一般,在欢乐颂播出前,甚至很多人不认识这位女演员,如今大家都知道,原来她的实力如此强大,看惯了剧中为非作歹的模样, 不知道现实中的王子文又是怎样的呢?分享了王子文的家,接下来再看看杨子的豪宅,杨子是同心出道,全国人民几乎都是看着她长大的,从小出演作品无数,大家熟知的就有家有儿女,欢乐颂等等,她的演技更是一年比一年长进,一直关注着她的粉丝们也甚是欣慰。 据说,杨子凭借多年的努力打拼,所住的房子也是不差的,不知内景如何,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吧,杨子家的客厅看上去很接地气,就像是普通家庭的布置一样,古铜色花纹用在窗帘上别有一番风味,客厅摆放了许多绿植,为整个客厅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气息。 还有一只杨子养的小狗狗,旁边摆放了杨子心爱的手办,很是俏皮,沙发是经典的欧式款式,高贵大气,杨子抱着狗狗坐在上面,场面温馨欢乐,杨子的家里有不少的风景画,看上去寓意高深,为整间房子增添了艺术感,家中一角让人感到甚是熟悉,这大红色的墙纸非常喜庆,就像儿时过年,家里会有的装扮,分享了这两位明星的豪宅, 各有千秋,而你则最喜欢谁家的装修风格呢?